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 这三个边 这三个边 肯定倒 这三个边 请我 马宝国 一 混元行义太子们掌门的身份 向大家回报一下 为什么中国正宗的传统工夫 比西方的MMA搏击术要好得多 这时 我2005年3月12号 在伦敦和英国的90公斤太阳瓦 八九龙式搏击冠军 它开始欧洲MMA搏击冠军 它的名字叫匹克阿里 十打的路向 就是第五的路向 这里面有一个揭画发动作 就是他吃手了 我揭住以后打了他 就这个动作 中国传统公司还尽打发 就是要打揭画发 这两包天心 揭画发 这是揭手 这是画劲 这是我们中国所有的 这是发劲 揭画发 如果统治你没有学会揭发发 就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功夫 说你能代表传统公司 你是代表不了 我们组刊的闪动马甲功夫和马甲内功 我们所有的功夫都是以马甲功夫和马甲内功开心的 马甲功夫没有套路 只有三手 我父亲参加抗日战争和日本鬼子进行过白人战 杀塔贝易如反掌 这个内功比较复杂 如果你练得不好 可能走火入魔 所谓走火入魔 就是体内的经络乱行 不按规律行手 这个人就废 你看 哈 哈 你看打了 打不住了 好 好 现在了 好 好 好 因为第一批残活的 国家三大教练 全部来到今天 全部是传统公司的高手 三大教练不会从天上跳下来 他们都是来到你 中国传统公司远远流传 多大精神 中国传统公司是世界独一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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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